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,他的所作所为往往是前无古人的创举,因而常常受到世人的关注。 自从秦始皇死后,历代都有人对他评价,有人对他表示肯定,有人对他表示否定,因此他是很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之一。 在历史上,评价秦始皇的名人有项羽,刘邦,陆甲,贾义,曹挫,桑弘扬,董仲书,司马迁,班固,唐太宗,柳宗元,张居正,李志,王夫之,张太炎,鲁迅,郭墨若,毛泽东等。 近代评价过秦始皇的史学家有简伯琢,马远才,田昌武,安作章,刘泽华,林剑等,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,发表了自己对秦始皇的看法,有些看法是相同或相近的,有些则是极为相左的。 古代人对秦始皇的评价,古代人对秦始皇的评价,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的刘邦,项羽,他们认为做人,就应当像秦始皇一样。 两汉时期,以贾义为代表的政论家,为了证明刘邦戴秦的合理性,多对秦始皇持否定的态度,贾义在著名的过秦论中,把秦始皇塑造成了暴君的形象,但桑弘扬,司马迁,在他们的论著中公开,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攻击。 随唐以后,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。 唐代的柳宗元从反对藩镇割据的立场出发,肯定秦始皇,宋代的朱熙等人,则以理学的角度出发否定秦始皇。 明代的理智给秦始皇高度的评价,说秦始皇横空出世,先翻一个世界,是千古英雄,千古一帝。 清代的王夫之批判了秦始皇的暴政,但对他的政治措施,则予以欧歌,近代人对秦始皇的评价。 鸦片战争以后,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在反对外来侵略,反对清朝统治的过程中,一些人回顾历史,也对秦始皇评价,如张太炎在1913年撰写秦政纪和秦献纪,反驳了贾义等人的观点,认为秦始皇正平,守法,好文,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。 著名学者郭默若也撰写了吕布韦于秦王正的批判一书,认为秦始皇是个暴君。 不过,后来他又撰文,把秦始皇塑造成了一代伟人。 现代人对秦始皇的评价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秦始皇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,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。 他说,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,要一分为二,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,但他在统一六国之后,丧失了进取的方面。 秦始皇既是一个有贡献的政治家,也是一个暴君。 秦始皇既然长在哪里? 秦始皇既然长在那里。 秦始皇既然长在那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